大家好,我是阿默 今天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河内大学 我们准备坐公交车过去 现在正在等公交车 这个是他们的公交站牌 总共有两路车 一路和三十六路 上面写的是他们的站点 但是我看不懂 我们要坐几路车 我们准备坐一路车去河内大学 我们的公交车来了 很尴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这辆车真的是太紧了 已经过了很多站了 还是那么多远 到站了 到站了 这一块口罩吧 不用过这里就好了 我昨天买的那点 不用不用 过了这里你好 这里太多车了 那个油烟系太重了 这上面是河内的地铁 在四月份就会开通 河内的第一条地铁线路 这是河内的地铁线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这里就是河内大学的大门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里是河内大学的校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还有一个孔子学院 我也是刚刚发现的 原来河内大学还有孔子学院 这个是孔子学院汉语水平考试的安排 2019年考试的安排 这里还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采访照片 是一个挺小的房间 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他这个大学不大 没想到还有孔子学院 他们正在上面学中文 这是他们的教学楼 和河内大学的教学楼 这是河内大学的体育场 正在修建 这是河内大学的大学生 在上体育课 他们正在学习怎么打篮球 是河内大学的大学生 河内大学 这里是他们的学生饭堂 这是老师住的地方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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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正在上体育课 全部都是女神 是河内大学生 河内大学生 是河内大学生 河内大学生 这里是河内大学生 河内大学生 这里是他们学校的一户室 过去是他们的宿舍 是河内大学地学校的也计划 三十桂 一三二三二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里等车回去 对面就是河内大学 他们这里的斑马线没有红绿灯的 只有斑马线 然后这个车不停的过来 来的时候很多人 现在回去了车上很少人 金字幕志愿者 谢谢观看